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上次和您说到燕莹去世了 在她去世之前 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和您讲一下 就是有人来见齐景公 向她献上一把宝剑 宝剑看上去不错 所以齐景公派人去请燕莹过来一起剑赏 齐景公就问燕莹了 这把剑怎么样啊 燕莹说 嗯 这是一把好剑 但是和天下名剑相比 那就小儿科了 于是燕莹就和齐景公说起了中国名剑 包括我们即将讲到的 剧缺和干将 那么中国名剑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要从越国的一个人开始讲 这个人叫欧野子 欧野子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越国人 中国古代驻剑师的鼻祖 龙泉宝剑的创始人 欧野子诞生的时候 正是春秋的末期 东周列国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了 各个国家的内部也是群雄兵器纷争不断 在这个阶段 兵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所以就催生了以欧野子为首的一大批的优秀的驻剑师 相传少年时期的欧野子就从母舅那里学会了野精的技术 开始铸造青铜剑 还有铁锄头啊 铁斧啊 等等生产工具 欧野子这个人非常的灵活 又啃动脑筋 不是死干活的那种 很快在冶炼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铜和铁性能的不同之处 完善了他自己独有的驻剑技术 当时是楚灵王在位 楚灵王这个人有一点爱剑如命 于是呢 就派了疯胡子去越国找欧野子 要定做三把宝剑 只要是好剑 价钱随便开 咱不差钱的 欧野子一看 哟 有外国大单来了 那不做白不做啊 反正平时打打锄头啊 打打菜刀斧头之类的 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技术嘛 如果把楚王的这三把剑给铸成 那下半辈子那就够用了 够吃了 于是收了定金 接了单以后 欧野子开始铸剑了 要注意把好剑 除了手头上的工艺技术之外 还需要有三个特殊的条件 第一 铁鹰 第二 亮石 第三 含泉 所谓铁鹰嘛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上等的铁矿石了 而所谓的亮石 就是用来磨剑的石头 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钻石 所谓含泉呢 就是冶炼的时候用的好水 以前吧 也想住好剑来着 但是这三样东西不便宜 不好找啊 现在楚国老大想要剑 钱不用说 花花的来 有了资金 那技术研发 就可以大踏步推进了嘛 欧野子底气足了 于是带着徒弟 满世界去找这三样东西 找也不好找啊 一找就是一年多时间 总算把三样东西找齐了 而这三样东西都出自龙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在啊 就是今天浙江省龙泉市 欧野子现在龙泉的 秦西山的两棵千年松树下 发现了七口古井 这七口古井 排成北斗七星的形状 井水明静如静 冷册刺骨 是少见的上等寒泉 于是欧野子师徒 就在这七口井旁挖持蓄水 这就是后世人说的建池 在龙泉境内的磁山上 欧野子又发现了上等的铁鹰 而在秦西山附近发现了一个量石坑 好了 材料宝贝都齐了 欧野子师徒就开始修炉炼铁 之后 铸剑 整个野铸铸铸的过程 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终于筑出了三把宝剑 第一把叫龙渊 这把兵器厉害了 这是第一把铁剑 它是开创了中国冷兵器的先河的 第二把宝剑叫太鹅 第三把叫公布 这三把宝剑 那外形是没得说的 剑形完美 熠熠生辉 最神奇的是 这些宝剑弯起来 围在腰上 就像腰带一样 松开以后 剑身立刻弹开 鼻挺鼻直的 如果这是铜剑 那是绝对没有这么柔韧的 问题 铁剑能铸成这个样子 那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而且 三把宝剑 剑方锋利无比 软硬通吃 比如 向上方抛出一方手帕 从宝剑的封口 徐徐落下 手帕就被切成两半 而拿宝剑去斩铜堕铁 简直是 削泥去土一般 能够制作成这样的宝剑 需要极其先进的 冶炼技术 还有铸造技术 三把宝剑造好了 欧野子兴高采烈的 把它献给了 储陵王 拿到宝剑 储陵王大喜过望 重重打赏 并且把铸剑的宝地 赐名为剑池湖 后来到了唐朝 唐前元二年 这个地方制县 就以第一把宝剑为县名 称为龙渊县 因为要避唐高祖的名讳渊字 因为唐高祖叫李渊嘛 所以就改名为龙泉 浙江的龙泉县 就由此而得名的 而龙渊剑也因此改名为龙泉剑 更加扬名天下 后来为了纪念龙泉宝剑的 鼻祖欧野子 后人在剑池湖建了剑池亭 还有欧野子将军庙 成了一方千年古迹 这三把宝剑当中 除了龙泉剑之外 太阿剑也非常著名 太阿这两个字 原本是太山的太 再加上阿旁宫的阿 后来也有人把太山的太 改成了太太的太 太阿常常用来总称宝剑 根据粤绝书记载说 晋国出兵伐楚 围困楚都三年 为了夺取楚国的 镇国之宝太阿剑 据说楚国欲成破之时 楚王无奈亲自拔剑迎敌 突然剑气激荡 飞沙走石 遮天蔽日 似有猛受咆哮其中 片刻之后 经其铺地 流泻千里 进军全军覆没 当然这也是一种 艺术化的说法了 事实上这把太阿宝剑 后来是被秦始皇拿到了 他手下的一个大臣李斯 曾经在《剑逐客书》当中写道 经陛下至昆山之御 有随和三宝 吹明月之珠 扶太阿之剑 乘轩黎之马 见翠凤之骑 树林归之谷 当中就明确地提到了太阿剑 再之后到了晋朝的时候 龙泉宝剑和太阿宝剑再次面世 禁书张华传当中记载 张华剑斗牛二心之间有子气 好使人于封城狱中 绝地得二剑 一曰龙泉 一曰太阿 到了现在 三把宝剑都已经失传了 关于太阿剑 还有一个成语 就是太阿道池 意思是说 把剑倒着拿 把剑柄递给别人 也就是说 受人以柄 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别人的手里 自己反受其害 这句成语出自汉书 原文是说 至秦则不然 张诽谤之王 以为汉驱除 道持太阿 受处其柄 听觉行走 文化岗目 听世界 自己手下的能工巧匠 为楚王造剑 自己能不知道吗 岳王云长 很快就知道了 欧野子的事 心说了 既然我们有 这么好的工匠 为什么帮别人造剑 不帮自己造剑呢 既然这么想 那当然 行动就很快了 于是 马上派人去找欧野子 要他为自己造剑 不过 有所不同的是 楚王要剑 那是外国订单 是给钱的 而岳王要剑 那是本国的行政命令 不给钱的 而且岳王特使说了 大王说了 要五把宝剑 限期一年 欧野子显然有些不太高兴 和所有有本事的人都一样 因为来的人 态度恶劣 也不说给个报酬什么的 当然心里不顺了 虽说现在自己不差钱 楚王那大丹 已经让自己挣得不少 下半辈子不愁吃不愁喝了 自己为国君做点贡献 也没什么 但是当头的 也不能因为别人爱国 就随便欺负别人 对不对 欧野子开始是不想 为岳王助剑的 问题是 如果不住的话 那就只能逃到楚国去 那可就成了叛国了 退一万步来说 背井离乡 也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嘛 况且 楚国也不是太安定 欧野子想来想去 算了 还是给岳王助剑吧 不过 再花那么大功夫去助剑 那就不会干了 助铁剑 没门 要助 就助铜剑吧 省事 对于欧野子来说 要么就不干 要干 就一定得干到最好 免得坏了自己的名声 于是 欧野子带领妻子 朱氏和女儿墨邪 从闽猴出发 沿着闽江逆流而上 到了山高林密的海拔 1230米的战炉山 在这里 他发现了 铸剑所需要的神铁 也就是铁母 还有圣水 也就是一种冰冷的泉水 在这里住下以后 辟地射炉 用了三年多时间 终于把剑筑成了 湛庐山就在今天 福建省的松西县 而这个湛庐山 素有剑山 闽山第一 天下第一剑山的美称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再加上悠悠几千年的 历史文化沉淀 使得湛庐山 不仅有秀丽多姿的 自然奇景 更有灿烂丰富的人文景观 各位有心的朋友 不妨抽空去看一看 话车远了 再说欧爷子住的五把宝剑 这五把宝剑 三长 两短 分别命名为 战炉 巨缺 圣邪 鱼长 纯君 这五把宝剑 各有各的故事 其中 战炉剑最为精致 被称为中国第一名剑 明代冯孟隆所著的 东周列国志当中说 战炉剑乃五金之印 太阳之净 出之有神 福之则微 并且说 战炉宝剑铸成的时候 岳王视之为国宝 后来岳国被吾国攻灭了 吾王和驴获得此剑 但突然有一天剑不见了 在某日 楚昭王的枕边 突然发现了这把 寒光闪闪的宝剑 董剑的人 入宫来解谜 说 这是吾中剑师 欧也子的战炉剑 因为吾王无道 杀王辽而自立 又坑杀万人 来为他的女儿殉葬 无人悲怨 楚昭王听了大悦 称 此乃天降锐赵也 可见 战炉宝剑到这个时候 已经成为玉士国家 兴亡的神物了 唐代的师圣 舵府有诗永曰 朝市兼戎府 君王按战炉 而历代诗文当中 提到战炉的非常多 战炉宝剑几经辗转 据说在唐朝的时候 被名将薛仁贵获得了 后来又辗转到了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手里 到了绍兴十二年 就是公元前 一千一百四十二年 岳飞父子遇害之后 这把战炉宝剑就不知下落了 而在上个世纪 一九六五年 出土的岳王勾剑剑 这把剑出土的时候 完好如新 锋刃锐利 剑身布满了菱形的花纹 又鸟转客楼的名文为 岳王纠浅自作 后来经过北京钢铁学院 用质子X光荧光非真空技术 分析得知 这把剑是用相当纯粹的 高锡青铜铸成的 黑色花纹处含有锡 铜铁铅铅硫等成分 铸造的工艺非常高超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 这把剑是否欧野子的作品 但作为同一时期的青铜剑 可以来考证战炉剑的工艺水平 其他的几把宝剑都各有故事 云长把战炉 巨缺和鱼长剑都送给了吴王 最后都落在了公子光的手里 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和驴 其中的鱼长剑 之前呢叫刺辽剑 被用来刺杀吴王辽 而现今流传于世的吴王朱凡剑 吴王光剑 吴王夫差剑 风厄犀利 装饰精美 剑身上的暗纹 至今仍然是世界科技考古学者 酷斯冥想的难题 所幸的是 现在仙琴宝剑的防锈防腐蚀的技术 已经解密了 原来是在兵器的表面 有一层十微米的各颜氧化物 可千万不要小看这点东西 美国人掌握这种技术 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足足隔了两千年 与欧爷子同期 吴国还有两位助剑高手 那是夫妻二人 男的叫干将 女的叫墨邪 有说法是 干将与欧爷子是同门师兄弟 也有说干将是欧爷子的徒弟 而墨邪呢 是欧爷子的女儿 也就是说 欧爷子是干将的岳父 干将和墨邪 曾为吴王和驴助剑 两个人同样也是 四处寻找好的铁矿石 按古书的说法是 采五山之铁精 六合之精英 在助融的过程当中 金铁不能融在一起 墨邪就把自己的头发和指甲 割下来扔到炉里去 于是金铁乃乳 这样说来 这不仅仅是宝剑啊 而且是合金剑 最后筑成宝剑两饼 就以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一把叫干将 一把为墨邪 两把宝剑 干将和墨邪撕藏了干将 只把墨邪献给了吴王和驴 可惜的是啊 干将墨邪剑到后来只剩下传说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 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 诸子百家相互争鸣 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有许多出现于这个时代 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老子孔子震探登场 道家儒家摆花齐放 就让我们带着重庆 回顾春秋那些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